其實同樣喔 這個先天條件的不好 比方說梁柱靜又低又多的 這個問題也發生在餐廳的部分喔 對 沒錯 它梁跟梁之間蠻靠近的 這一根跟後面那一根 對 沒錯 所以說我採用的是屬於一樣 就是從剛剛來講 就是隔渣的方式 來做延續 對 然後它這邊的隔渣 就是它是用轉折 然後向上 然後來增加它的空間 有提高的作用 我發現它用轉折的隔渣 更活潑了喔 對 沒錯 而且空間也有往上拉高 所以屋高不高的問題也解決掉了 不過我發現許設計師很強 你騙過我的眼睛了 但是我仔細一看 我發現其實餐桌的這個燈 並沒有放在正中央 沒錯 因為格局的受限 所以說餐桌是靠一點 所以說我利用天花板 把它虛化掉 它原本該擺在正中央的位置 對 沒錯 接著我們也可以看到 在餐廳它也有它的端頸 這個壁面的設計也非常有禪封 沒錯 它也是一樣用切割面 就是 帶玉木皮跟竹邊的木皮 來呈現出一個小端頸 然後也比較有那種殘味 殘味 其實中間那個吊一盞燈 它整個味道 就會因為這個端頸而改變 對 然後我這吊燈是用那個麻邊的 然後有刺繡 感覺又更細膩 那現在的位置呢 其實在餐桌 整個端頸的另外一端 它其實是整面的造型 算展示櫃嗎 對 沒錯 所以說我呈現的就是用玻璃 主邊的木皮 然後做連貫的動作 然後最有特色的就是說 它下面是用透光 然後用毛玻璃 下去呈現它的光 光澤度 OK 直接打在青玻璃上面 出來的光澤 就不會那麼的溫潤了 對 所以用像這樣子 有點噴山毛玻璃 出來的效果也更好 對 比較柔 這後面的空間 其實這片門我先介紹 我也很喜歡 就是從這個格柵 透過去看到裡面的光 就讓我想到 一機迴路對不對 對 我們看一下這個門的材質 運用也非常多 它這個門一樣就是 就一貫的 剛剛所說的就是說格柵 然後它這邊是 然後就這一樣是黛玉 然後這把手也很特別 就是說把手它是 一樣是用竹邊木皮 然後它 剛剛我說的幽木 那種穿透 感覺上也還滿不錯的 對 整體上 好 各位可以看到 我生活這邊 它是個門片 它其實也是個裝飾 它連續過去那邊 一整個牆面 這邊是幫它做的 關於書櫃對不對 CD收藏 對 CD 它就是說整個連貫 因為它這門 然後它有CD 來貫瘡一個廊道 走廊 讓走廊有放大的效果 也有豐富性對不對 對 沒錯 好 那接著各位 我們要大開眼界囉 裡面的空間是哪裡 裡面的空間是一個書房 好 我們要揭曉囉 你看 這是一個很棒 很大氣的書房 好棒 門可以完全藏起來 對 沒錯 我當初設計就是說 要貫穿整個空間 讓空間放大 所以說客廳跟餐廳 跟書房有一個連貫 然後它做這一扇門的動作 就是說它譬如說書房 如果說自己一個 可以一個獨立的空間 對 所以這門片也藏得好漂亮喔 OK 那接著各位可以看到 它其實從這邊一串 這樣子連續下來 它也有做書櫃跟展示櫃 對 沒錯 就是說 餐廳的展示櫃跟書房的展示櫃 我讓它做銜接 讓它有整個一個連貫性 然後線條上面也是貫穿 書桌正後方窗台的部分 它的收納做得也很細緻 對 它是一個窗台櫃 然後它可以修飾窗戶 它窗戶當初是很低 然後所以說它這樣子來修飾 然後更特別的是說 我那個有一個抽屜做斜切面 好有質感喔 對 它呈現它的多層次的感覺 各位 我們看到了呢 這是關於六樓 走的是星纏風 在那邊景點古典 迎接著七樓會呈現什麼風格呢 我們帶各位上去看一下